我覺得以前被咬得最多都是你個肥婆 沒有 可能我聽習慣了 就算現在都有人這樣喊我都沒所謂 我叫Makayla 今年25歲 我現在大約是180磅左右 之前要買衣服很難買朋友怎樣穿衣服 你那時候都會覺得今年流行些什麼 你都會想要那些款式 但有時候你買回來的時候 那些款式一般都可能會比較普通 或者可能真的比較成熟一點的款式 那時候要求已經不是想選褲 是可以穿就行了 是因為我自己買不到衣服 其實我覺得其他女生應該也會有同一個問題 如果都是大馬女生的話 所以我就決定開一個品牌 開給他們有多一個選擇 我的品牌其實在今年第三年 我們現在有L馬至到6XL 可能主要都是棉 雪紺 他們可能都不想穿太貼身 都會覺得怕會顯形 我主要裙款都是A-Line 因為有些客人可能是肚子 或者是屁股的位置比較大 他試了我們的馬數 可能都是不對的話 如果我們能力範圍做到 都會幫他訂大一點 或者小一點 之前有客人一次過買了幾千元的東西 其實我自己都很驚訝 因為我有一間這麼小的店 他都會在這裡找到自己 這麼多款自己都喜歡的東西 其實我自己都很開心 說得最多的是幸好有這間店 因為我聽到這一句 令我更加努力去做這件事 對 其實我跟他們說如何配搭 我盡量都不希望追求顯瘦 那一刻你是自欺欺人 所以我覺得不如你自己配搭 自己喜歡穿的衣服 自己穿得好看 開心點 比你經常遮蓋這個 那個人又害怕 自己又不能穿漂亮的衣服 又會不開心 我不會看到這種地方 一個最НАмовoder啊 這裡觀集合 把那些地方 以這種情如果 我們根本 cannot 因為你們 Oxum 我們習慣 說的